塔利塔古目網絡以及國際修會總會長聯盟組織在2月8日 舉行全球反人口販賣祈禱和反思日 團體組織了主題為為尊嚴而行的網上朝聖活動 為了終結人口販賣來自超過50個國家的青年 分享他們的祈禱和反思 活動以英、白、西、蒲、義五種語言現場直播 大家可以到www.playagainsttrafficking.net 網站追蹤活動 教宗方濟國在活動期間發表錄影講話 大家也可以透過分享活動官方的主題標籤 《Play Against Trafficking 》參與活動